高雄市长韩国瑜曾说他18岁以后就什么都不怕了 但是今天在议会却坦称很怕一件事 那就是高雄市政府的财政状况 面对市议员黄绍婷在总质询中 提出目前高雄市几乎有一半以上的经费 都在支付人事费用 另外呢每年还有400多亿的缺口 所以他现在每天都在想办法 到底要如何来翻转高雄的财政资资 检讨高雄市的财政问题市议员黄绍婷 点名公务水利和捷运局等官员 盘点如果要进行道路乡函等基层建设的改善 需要的经费就高达好几百亿 不过高雄市政府一年1300多亿的预算中 光是要处理借款就要100多亿 他抨击这就是前朝开源节流不够努力 才留下的严重问题 这样的财务你看的不会害怕吗 一年高雄市要短缺400多亿的财源 都是从外面来 本身没有办法开辟 高雄市一年只能建设214亿 我们缺口400多亿 表示这个建设经费啊 几乎都是从外面来的 少廷议员谢谢 你问我害怕不害怕 我害怕 现在我每天眼睛一睁开 我们大概今天光利息钱 大概就要8000万 可能广大市民朋友不晓得 我们100块钱只有7块钱 只有7块钱 因为你把中央补助 以及土地的销售剔除掉了 把举债跟土地 只有7块钱 面对议员的检讨 韩市长坦诚非常忧心高雄的财政状况 除了要求各单位积极开源节流 也不满中央目前有许多对高雄不友善的做法 对此黄绍廷呼吁中央不要政策性卡寒 也希望市长多帮高雄争取机会 呼吁不要卡寒 该给高雄市的建设 应该来帮助高雄市民 比如说大林浦这个石化专区 是过去这二三十年来大林浦居民 为了国家经济发展所牺牲的 那政府更应该尽速的来帮他们迁移 对他们的健康 对他们的下一代都非常的好 呼吁中央 我今天在这里背询 中央政府一清二楚 事实上我韩国瑜身上 所有一言一息 全部中央都一清二楚 我要再一次呼吁 不要卡高雄 值得关心的是 根据市府的统计 目前一年的人事预算 就占了超过五成的比例 造成财政僵化 如何改善 黄绍廷希望市府能用心检讨后 编列出钱花在刀口上的预算 对此市长语重心长的表示 未来市府可能采取 欲缺不补的方式 减少人事支出 此外也会积极开源节流 招商引资 希望振兴经济翻转高雄 港独新闻 李正道黄莱军采访报道